21-24的题组,它要做的是史莱姆,需要三个主要的成分,就是聚乙烯醇,PVA,红酸,还有碳酸氢纳。 让它想要去了解不同比例的史莱姆,它们的粘质性有什么不同。 测量的方法就是像土久,把烧杯倒过来,然后去看10秒内,这些史莱姆移动的距离就是它往下掉。 调了多少。实验的结果就在下面这张表。 第21题,要根据上面这张表,来看哪些选项是正确的。 A,红酸和雨胶水,反应生成史莱姆凌胶。 胶水就是PVA。红酸加胶水的话是第五组实验。 会看到没有小苏打是不能形成凝胶的,A选项是错的。 B选项,小苏打的用量不影响史莱姆凌胶的性质。 要研究小苏打的用量的话,就表示只有小苏打的用量可以改变。 其他的条件要维持不变。 那我们来看这六组,有没有哪两组可以说明这件事情。 其实会发现完全没有。 因为当小苏打的用量改变,红酸的用量也改变了。 对,B选项从这个实验记录是看不出来的。 C选项,水量的多寡会影响性质。 也是一样,这边就只有水量的多寡可以改变。 那在这六组实验,看起来水量跟别人不一样的,只有第六组, 它的总体积比较大,就代表它的水也是比较多的。 可是待会用第六组,跟第三组看起来比较接近的去比较。 你就会看到它的水量多了,是因为PVA水容易加的比较多。 PVA的溶质,PVA这个物质本身也比较多。 所以除了水量改变,溶质的量也改变了。 这样子也是没有办法比较。 出选项,溶液体积固定,加入红酸和小苏打的末尔素相同,粘质性会最高。 溶液体积固定的话,就可以找一到五,这五组。 这里面粘质性最高的是哪一组? 应该是移动距离最短的第三组。 如果单一个东西很黏,搞过来的时候,它就比较不容易留下来。 好,可以看到这组的红酸和小苏打,水溶液的体积相同。 在10毫升0.01m的水溶液中,溶质的量就是10×0.01毫末。 红酸和小苏打,一样都是0.1毫末。 所以,两个的末尔素相同,猪是正确的。 一选项,要形成凝胶,红酸和小苏打,缺一不可。 第一组会看到,没有红酸就不行。 第五组,没有小苏打就不行。 所以,确实两者缺一不可。 一是正确的。 二十二题,第一组,红酸是林桃生,为什么需要有这一组? 其实它跟二十一题的一选项是相关的,就是为了要告诉你,要形成史莱姆,一定需要有红酸权容易。 所以,实验目的可以写成,为了了解不佳红酸,是否还能够形成凝胶。 二十三题,如果要推论,凝胶的形成需要PVA、红酸和小苏打三者缺一不可,还需要多做什么实验? 前面它做的实验已经证明了,彭酸和小苏打都需要,所以我们现在只需要再证明PVA也需要就好了。 根据它之前用的方法,我们就要去看,没有PVA的时候,不能形成凝胶。 所以PVA的体积是零。 那彭酸的体积应该是多少? 可以参考它其他的实验,总体积它都取40,那我就让我的总体积也跟它一样是40,所以彭酸就取20。 二十四题,从这个实验结果,它就推论了史莱姆形成的原理,是因为加入小苏打,让容易在减性条件下, 红的化合物就是酸,能够和PVA形成清剑,然后产生分子间作用力,两个分子紧密的结合。 那为了证明它的推论是正确的,它又设计了下面这两组实验。 第八组,把小苏打换成苏打,就是碳酸纳,它是碱性的。 第九组,把原来的小苏打,来用醋酸,是酸性的。 要问这样还可不可以产生凝胶,因为它推论的原理是碱性条件下才能产生凝胶,所以第八组的苏打应该可以。 第九组的醋酸是酸性的,就不行。 最后附上大考中心的解答。 谢谢大家。